哪些辛辣食物可以起到养生的作用 这三种不妨选择着吃 在江南的一个小镇 有位老中医 他以其独特的辛辣食疗法著称 人们经常看到他给患者推荐辣椒 生姜等调味品 他说辣并非只是挑战味蕾 更是一种治疗艺术 这位老中医的理论和实践 在当地流传已久 但对于不少习惯了温和饮食的居民来说 这样的辛辣治疗仍旧令人好奇 辣对于很多人而言 是一种刺激感官挑战极限的体验 但在这位老中医眼中 辣味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食物调味品 而是藏有养生秘密的宝藏 这位医生的故事和治疗方法 激发了人们对辛辣食物另一面的好奇 除了味蕾上的刺激 辛辣食物在健康养生方面 有哪些独特作用呢 辛辣食物不只是刺激 更是健康的守护者 辛辣食物常见的有红辣椒 生姜 胡椒等 这些食物中都含有一些特殊的化合物 比如辣椒素 姜辣素等 这些化合物不仅能激发味蕾 还具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作用 提高辛辰代谢 辣椒素作为辣椒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已被研究证实能提高人体的代谢率 它通过增加体内热量产生 帮助促进脂肪的氧化过程 这种燃烧效应不仅有助于控制体重 还可能对血糖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表明 辣椒素通过影响消化系统中的一些关键受体 可以促进胰岛素的释放 进而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 改善心血管健康 除了促进新陈代谢 辛辣食物中的某些成分 还被发现对心血管系统有益 例如辣椒素能够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循环 它的这种作用 对于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辛辣食物还能减少血小板的聚集 降低形成血栓的可能性 抗炎与抗氧化作用 辛辣食物还具有显著的抗炎和抗氧化特性 研究表明 辣椒中的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自由基 减缓细胞老化过程 从而有助于预防许多慢性疾病 此来 这些食物中的抗炎成分能够缓解关节炎 和其他炎症性疾病的症状 对于维持整体健康非常有益 辛辣不是万能 认识辛辣食物的风险与适量标准 辛辣食物在带来味觉享受的同时 也可能引发一些健康问题 关键在于理解何为适量 并认识这些食物潜在的风险 首先 辛辣食物对消化系统有直接影响 例如 过量食用可能导致胃部不适 或加重胃酸过多等症状 对于有胃溃疡 胃炎等胃部问题的人群来说 辛辣食物可能会加剧症状 其次 辛辣食物可能影响肠道健康 在一些人身上 过量的辛辣食物可能导致肠道不适 或加剧炎症性肠病的症状 因此 建议适量食用辛辣食物 并注意身体的反应 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 辛辣食物的摄入量应更加谨慎 建议从少量开始尝试 逐渐了解身体的耐受度 香辣养生三宝 选择这些辛辣食物促进健康 红辣椒 辣中的维C宝库 红辣椒不仅仅是调味品 它还是一种养养丰富的食物 红辣椒中的辣椒素 对提高辛辰代谢 缓解疼痛有积极作用 此外 红辣椒的维生素C含量极高 这对于增强免疫力 预防感冒等有重要作用 生姜 暖胃又消炎 生姜是家常菜中常见的配料 但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生姜中的姜辣素 有助于促进消化液分泌 加速胃肠蠕动 从而帮助消化 它还具有抗炎作用 可以减轻关节炎和肌肉痛等症状 此外 生姜还可以作为感冒初期的自然疗法 胡椒增强食欲的小粒粒 胡椒虽小 作用不凡 它含有的胡椒碱能刺激味蕾 增加食欲 促进消化 胡椒含有助于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吸收 尤其是铁的吸收 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在融入日常饮食时 建议适量使用这些辛辣食物 避免过量 不同体质的人对辛辣的耐受度不同 因此 开始时可以从小计量尝试 观察身体反应 再逐渐调整用量 这些辛辣的吸收 我看了